阿姨您好,我是Jimmy 首先第一個問題想跟阿姨請教的是 最近阿姨在推特有一則簡短的推文 這個推文是回覆一則新聞 這個新聞是這樣說 菲律賓總統訪問日本,強化安全防務合作 您的推文是這樣寫 菲律賓和羅馬尼亞是協約國內定的造船廠代工中心 戰爭爆發以後就會瓜分由中國代工造船的造船業 這個推文讓我覺得很有意思 為什麼阿姨會特別提到菲律賓和羅馬尼亞的造船業 這兩國都不是傳統的軍工大國 他們在造船業上有什麼樣的歷史淵源或者是優勢 可以成為未來的造船代工中心 那台灣在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 也力推國建國造 那現在也有一定的成果 有一家公司是在今年會上市 就是主要做國建國造的建船 那台灣未來在造船業這方面是否有一定的機會 謝謝 就是代工造船業和傳播修理這個業務 它不是技術行業 它是血汗工廠 在二戰的時候 這兩個業務基本上還在美國本土 然後大概在六十年代就大量的移往日本 然後八十年代又大量的從日本移往韓國 基本上就是隨著冷戰機率下的那個煙行模式 就是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轉移代工產業的方向 然後中國的代工產業 百分之八九十是日本和韓國的產業轉移 尤其是日本 從技術上講 韓國和中國都是日本造船業和傳播維修業的代工者 自身沒有獨立經營的能力 但是如果只從數量上 從GDP或者產能數量上來講 中國和韓國在目前全世界是排第一二名的 但是實際上他們的技術核心都掌握大部分是掌握在日本手裡面的 中國有兩個行業跟國防關係極為密切 就是造船和鋼鐵 這兩個行業基本上是八十年代日本投資者搞起來的 所以日本實際上是處在能夠斷絕中國造舰人力的地位 中國現在的造舰人力基本上是依靠代工產業 就是軍民兩用性質的、無業各地的、山東各地的民運造舰廠 大部分配件都是他們生產的 而這些造舰廠全都依靠日本或者韓國的技術和資金輸入來產生維持 中國方面的有利之處就是在於 它有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庫 因此在和平時期它可以把這些造舰業吸引到本土 然後利用這些民用造舰業為自己的軍用造舰業提供基礎 如果這個造舰業的代工產業點移出中國 中國將完全不具備造舰能力 我們要注意中國的造舰能力是兩波構成的 就是八十年代以前是蘇聯輸入的 典型的蘇聯式的國家經濟 跟中國的托拉機廠是一樣的 八九十年代以後 這個殘餘的造舰集團 我們要注意跟陸軍不一樣 例如陸軍採取的是重點 包扬幾個 比如說包投了幾個軍工生產集團 大部分小的產業以及能夠居民良用 能夠居民良用的意思就是我自己還能夠掙錢 不是完全依靠人民解放軍的進口 比如說拖拉機廠就是這樣的 拖拉機廠其實生產的履帶 跟舊式的坦克實在是一模一樣的 當年蘇聯在二戰的時候能夠打德國 也就是靠美國在蘇聯投資生產 建立起來的這些拖拉機廠 能生產拖拉機的地方就能生產坦克 所以在八九十年代改制當中 像荷蘭那些拖拉機廠基本上都改為民間了 因為民間對拖拉機质量一般般 價格便宜的民用拖拉機的需求量極大 而經過一再的裁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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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 從鄧小平的八十年代大裁軍以後 人民解放軍的坦克需要量是大大減少了 所以一般能夠居民良用的產業都交給市場了 以便減輕蘇聯式激化經濟體制對國家造成的負擔 在這種情況下陸軍還留有一些核心國有產業集團 為海軍供貨的單位基本上是完全依靠全球化生產 只要全球化產業鏈測出中國 中國的海軍就不存在了 但是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 美國之所以不想把民用的代工造船業和船舶修理業務留在本土 是因為它沒有什麼技術涵料 而且是典型的髒亂差高危工作 不是美國人願意接受的 順便說美國就算在三十年代到處修高層建築的那個時代 充當髒亂差工作高危工作的人 一般也不是美國本土人 不像是最初十八世紀就開始在新英格蘭產生的那些早期產業 那些早期產業用的是新英格蘭的梁家子 包括梁家婦女、女工之類的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這些高危產業通常用的是東歐移民、南歐移民 然後幾十年以後 這些人也已經變成了本土美國人了 所以這些高危產業就大量外移 在正常情況下 產業鏈的轉移是緩慢的 但在戰爭爆發的情況下 它就會非常迅速 像南北戰爭時期 會導致棉花生產 迅速向埃及、印度和俄國轉移 戰爭會導致成本的劇烈波動 使得中國的代工產業鏈基本上失國際訂單 上失國際訂單 確定無疑的會使 A.中國的炮彈生產 B.中國的造船業陷於癱瘓 因為它們都是依靠海外的利潤為十足的 轉移所在的地方 必須是廉價勞工價格非常廉價 而且事先在代工產業方面已經有一定基礎的國家 這樣的國家在歐洲就是羅馬尼亞 在亞就是菲律賓 大家不怎麼注意這些 因為代工產業在產業鏈上的地位非常卑微 而全世界傳播生產維修的產業 論數量不論質量排前五名 中國、韓國、日本、羅馬尼亞和菲律賓 就這樣 這裡面只有日本是管技術的 中國、韓國其實就是日本的代工者 羅馬尼亞和菲律賓是歐洲和美國的代工者 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它們有廉價勞動力 轉移肯定不會像是毫無基礎的地方轉移 印度和俄國的埃及的棉花種植是有一定傳統的 只是原先競爭不過美國的黑路生產 美國黑路生產一旦垮台的話 它們的棉花種植也就在利用巴黎、格拉斯哥市場上 棉花和服裝價格的非常發了一筆棉花房金財 當年埃及父王伊斯梅爾蘇丹那些豪華的總督 在蘇勒斯均和開工的時候舉行的盛大的宴會 邀請法國皇后歐人來參加 大大的出了一些風頭 那些錢從哪里來的 就是棉花房金來的錢 他這個人很像是1979年垮台的伊朗國王 伊朗國王靠的什麼 就是七十年代中東石油危機的時候油價暴漲 他頓時發了一筆橫財 埃及人發的棉花財也是這樣來的 但是也是因為它原先有一點基礎 完全沒有基礎的話 從頭做起來是比較廢色的 有一點基礎但是規模沒有美國南部那麼大 那麼美國南部的訂單收收收地轉移到埃及 埃及人立刻就花錢了 所以羅馬尼亞和菲律賓處在最適合於接替中國代工產業地位 中國代工產一旦停止運作 訂單肯定會飛向那些 現在就能夠立刻上手接管工作 而不是需要重新陪伴人員的地方 於是他們就像是埃及的種棉花地主一樣 會立刻發一筆大財 我認為台灣是發表這筆財的 因為台灣在六十年的時候經濟起飛的過程當中 勞動力成本已經很高 不像菲律賓它的勞動力已經嚴重不足 而台灣的國防工業並不像是中國的海軍產業鏈那樣 是以市場為基礎、軍民兩用製造起來的 台灣的國防產業反而比較接近於二戰時期國家主導的產業鏈 它的規模是很難擴大的 它的訂火全靠國家 直接依賴國家政策 如果國家政策發生變化的話 相應的產業鏈提起來或者拖下去十年二十年都是不成問題的 所以在這方面 傳統上是共產黨國家的中國反倒比較市場經濟 傳統上被發在自由世界的台灣 反倒是比較計劃經濟 所以台灣的潜艇製造之類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政策主導的 如果沒有國家的訂單的話 它們是不可能像江蘇山中那些造船廠或者是像荷蘭拖拉機廠那樣 依靠國際上對廉價產品的需求自己去賺一票的 沒有國家的訂單和國家政策 它們基本上就是處於停工狀態 所以我認為台灣是不能接管到這個訂單的 像台灣的中傳這樣的企業是典型的國有企業 跟公務員是沒有明顯區別的 跟全世界依賴政策的 基本上是屬於統治集團一部分的國有企業的行為模式是很相似的 而不像是中國長三角、山東半島那些代工企業 它們就是典型的農民工企業 跟像美國生產玩具襪子那些高度內卷的搶訂單 跟沃爾瑪這些超市供貨的那些供貨商的行為模式是基本相同的 像大疆這樣的無人機企業基本上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它們的行為模式跟吃國家糧的國有企業 像沈飛、陳飛這樣的工業集團是截然不同的 好的那經過阿姨的一番解釋這樣就非常的清楚 那的確這個中傳或者現在叫台傳 就是一個有點像台灣的航空業是完全吃這個 中央政策的一個飯碗的一個產業 那ok那這樣子 好我們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那個最近中國的間諜氣球的事件 鬧得這個沸沸揚揚 在美國也引起這個軒然大波 那這個氣球就是在美國航行了 自從被發現之後又飛行了好幾天 那據說是把這個美國的一些機密的軍事基地 其實都已經走過一遍 那後來也被這個拜登下令就是把它擊毀 那最近是這個美國眾議院的兩黨 一致通過譴責中國的決議案 那對於這個間諜氣球 中國自己的說法是有點自相矛盾 那一開始中國雖然承認這個是中國的氣球 但是他把它甩鍋到民營的那個公司身上 說這是民營公司的氣球並不是官方的 但是在美國把氣球擊毀之後 那個中國政府又跳腳說 這個美國這個不給中國面子 怎麼把氣球打下來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事件 本來要參訪中國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就取消了這個中國之行 那本來有一種說法是說 本來美國的做法是布林肯去中國 然後這個新的議長麥卡錫會來台灣 那等於是給台灣跟中國雙方都有一個平衡 但是現在布林肯不去了 那麥卡錫現在還是 還沒有確定說會不會來台灣 但是對中國來說 就是中國一直希望麥卡錫不要到台灣來 那看起來這個間諜氣球的事件 對外交影響 或是對美國的政局影響 是不是還是蠻大的 請阿姨跟我們分析一下 謝謝 這裡面的問題就是 像英國責任內閣那種能夠為國家負責的政府 其實不是在所有國家都存在的 跟一般人的印象相反 恰好是被說成是決策緩慢 喜歡扯皮的民主國家 在戰爭和外交的時刻最容易集權 英美的內閣是完全能夠控制國家的外交的 一般人說外交大臣就是內閣的第一把手 首相下來就是他 除了總統以外 內閣最大就是國務卿 內閣的決策是集體決定的 他是能夠為政策負責的決策核心 但是矛盾的是 通常號稱是專制的國家 在決策方面 特別是外交和軍事決策方面 經常是正出多門相互撤皮的 這就是戰爭和軍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比如說像德國 普魯斯的軍事機構和德意志帝國的軍事機構是互相對裁的 陸軍基本上是普魯斯系統 而海軍基本上是帝國系統 普魯斯的外交機構跟帝國外交和帝國國會也是互不隸屬的 日本呢就是軍部和內閣互不隸屬 所以軍部的決策 外交外務省經常是沒法解釋 蘇聯情況也是這個樣子 黨政軍實際上是分裂的 而中國比蘇聯更加嚴重 中國外交部的地位比蘇聯要低得多 像蘇聯像葛羅米科那種人 葛羅米科、李維洛夫、莫洛托夫那種主管外交政策人 他們是直接向斯大林、赫魯曉夫、柏林政府負責 他們真正擔任外交人民委員 所以外交人民委員部還算是一個有重要性的部門 最後是謝瓦德拉德 謝瓦德拉德、葛羅米科這樣的人全都是蘇聯的重臣 但是擔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的人 連他們名字都想不起了對不對 因為他們從來不是重臣 外交的主持者比如說像楊潔石、戴炳國這些人 他們往往根本不是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在中央委員會沒有地位的 中央委員當中往往會有一個領袖特別信任的人 比如說像戴炳國在胡錦濤是這種人 他是胡錦濤的李鴻章 能夠負責的人是他 比如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在 比較懂門路的洋人都知道 要想要什麼事情有擔當 你就得找李鴻章 李鴻章答應的事情 他能夠給你包辦到底 別的部門答應的事情 比如說各都府答應的事情 因為各都府是自辦外交的 大清國的外交權像奧斯曼帝國一樣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國際體系 所以它的外交權是分散的 兩江總督左中堂的外交政策 跟北洋總督李鴻章的外交政策 是附上對台的 就像是兩個敵對國家一樣 土耳其帝國裡面 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和開羅的總督 也是互相對台的 就是這個樣子 表面上是一個帝國 其實是很多個不同國家 所以讓外國人是感到無所适從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不能管全局 他答應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夠做到 其他官員也答應的 但你不能做到 李鴻章為什麼重要 因為他是說話算話的人 李鴻章答應羊的事情 他一定負責跟你做到 所以洋人就覺得大清國只有李鴻章靠得住 因為他說話算話 然後他們就誇張了李鴻章的地位 因為李鴻章是皇太后皇帝 之下的第二把手 其實李鴻章還沒有這麼重要 李鴻章是北京中央朝廷幾個決策山頭之一 朝廷的意思是 比如說清貴集團有一個決策山頭 公親王和總體事務衙門有一個決策山頭 左中堂集團和李鴻章集團 湘君集團和淮金集團各有一個決策山頭 另外一些重要的銳意進取的都府 像張之中之類的也有一些小的決策權 國家沒有一個統一的政策中心 朝廷也希望各省都府和中央的幾個山頭之間能夠相互平衡 誰的勝利都不用太大 換句話說 大清朝廷是在用處理國際事務的方法來處理帝國事務 帝國各決策集團的事務 而英國人和外國比較不懂得大清國內情的外國人 往往要把各個事務衙門當成英國和法國的外交部 結果就被他們耍得一塌糊塗 今天答應了 明天就改了 張總督答應了 李總督又不認了 他們到底怎麼回事 大清國誰在當家 當然是大清國就不是威斯明斯特這樣的一個民族國家 所以它沒有一個決策中心 它本身就是像土耳其帝國一樣 是半個諸夏多國的體系 中國的局面當然也是這個樣子 習近平上來的特點是什麼 他是一個勢必公卿的人 像抗灾事件的蔣介石一樣 任何地方出了問題 他都認為 這都是因為我沒有親自抓的緣故 你們下面的人太不負責了 老子兼一下職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蔣介石是黃埔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國民政府主席以外 還堅了幾十個拆 像習近平的小組長一樣 一會兒他又當上四川大學校長了 為什麼他又當四川校長了 因為雞毛蒜皮的理由 學生鬧事了 伙食不好 土客矛盾 本土集團跟外聘教師之間有矛盾 蔣介石認為 連這件事情你們連這件事情都管不開 是由我來管嗎 於是他就變成一個什麼都管的人 他無所不管 但是在抗戰的重要的軍事外交業務當中 四川大學那件破事 他有時間去管嗎 他肯定沒有時間 他拍拍老來的時候 我去給你兼一點職 然後過一會兒 他又去管他正業了 他兼職的結果就是 管上五分鐘 然後什麼事情都沒有管了 因為理論上的理道人還是他 有他在別人都不敢管事 但是他也不管你的事情 他要管更重要的事情 他兼職太多 當然不可能什麼都管 習近平就是這個樣子 他沒有像戴炳國這樣的人替他管 希拉里當國務卿的時候 美國人辦什麼事情就向戴炳國答應 戴炳國答應的就算數 外交部答應的屁也不是 外交部不要說是答應的事情不能管用 他們連及時的情報都接受不到 他們四大城有個情節說是 哈克大城當了行政事務部長以後 非洲一個國家發生政變 他跑去問外交部 外交部長說 我還沒有接到外交部送來的情報 外交部送來的情報估計一個星期以後會到 我現在在等著看電視新聞呢 然後偉大的部長大人 從他的司機那裡得到了第一手情報 因為司機即時地打開他的收音機 然後他們就根據從司機來得到的情報 向該國的政變領導人打電話 邀請他訪問英國 這個故事是諷刺出來的 也許英國外交部的情報是會比較慢 但他還是能夠得到的 但是中國外交部真的是沒有任何情報可言 中國外交部的組成也很複雜 它是由很多不同系統組成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系統 A 特務系統 最早的外交人員就是特務 這個是蘇聯的傳統 比如說蘇聯在1944年駐重慶的疊報站的站長是誰 就是蘇聯駐中華民國大使他老人家本人 他老人家領導的一個八人特別小組 跟駐捷重慶的周恩來環節在一起 在重慶搞特務活動 1936年的大使鞍格勒莫夫 駐南京國民政府的鞍格勒莫夫 是前朝舊人不是克勒博爾人 所以斯大林把他搞下去了 斯大林有一句名言說 我們跟蔣介石的關係沒有搞順 都是這個信報的人搞的 他是個大壞蛋 他假傳聖職、假傳軍情 他說蔣介石在上海一個月都抵抗不了 整個中國三個星期就會垮台 所以我們一存觀望 現在都打了一個月了 蔣介石還沒有垮台 所以說事情就壞在你們手裡面 蔣介石已經證明自己是值得扶持了 我們要多給他一些飛機大炮 這是斯大林本人的原文 然後這位可敬的包大使就隆重垮台 然後他的地位被真正的特務人員取代了 我們要注意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抗戰的原因是什麼 他想向西方國家證明 國軍是能打的 但是西方國家根本不關心上海發生戰爭 但是蘇聯在關心 他沒有白打 他向蘇聯證明國軍是能打的 順便說去 當時國軍打不了一個月這件事情是國際共識 就是自庚子以後 大清國和中華民國公認的戰爭能力就是 在任何包括海戰的國際戰爭中是頂不住一個月的 外國軍隊只要在大谷口登陸 一個星期就可以直接打進北京城 1932年松赴戰爭爆發的時候 陳公博的評論也是南京守不住一個星期 但是松赴抗戰打了三個月 這全是蔣介石的功勞 蔣介石在政治上能够戰爭的角色就是因為這個功勞 沒有蔣介石就沒有抗戰 全靠他的功勞在短短五年時代讓國軍能夠在上海打得到硬仗 能打败仗事件不簡單的事情 以前他連打败仗的資格都沒有了 蔣介石以為這樣他就夠資格獲得國際資源了 國際資源確實來了 蘇聯的資源 蘇聯本來也是一存觀望 雖然已經跟蔣清福張聰他們簽了條約 但是給多給少 斯大林還在猶豫 松赴抗戰一出來 斯大林就說蔣介石值得援助 所以天下沒有免費武餐這種事情 你不打仗 不流血 有些東西你是不會到手的 大家都不是傻逼 能夠混得下來的人全都不是傻逼的 好回過頭來就是 中國的外交學院 五十年代外交學院誰建立起來 劉思慕 劉思慕這個人像絕大多數老黃鵝一樣 他有N多個名字 劉思慕這個名字很像文學紀念的名字 其他除此之外 他還有很多德文的俄文的中文的各種名字 他比較著名的詩季就是 他是羅倫斯 羅倫斯是上海進出貿易公司的人 跟理查德主要個朋友 他跟羅倫斯合作 他在武漢行運當國民政府的上校 把國民黨軍隊 把國軍和川軍的情報都交給了共產國際 然後共產國際交給了毛澤東 所以 紅軍在長征的時候 對於 蔣介石軍隊和川軍的調動全都是一清二楚的 而蔣介石軍隊其實對川軍的調動不清楚 而川軍也對蔣介石軍隊的意圖不清楚 從情報的角度來講 斯大利和毛澤東等於是坐在敵軍指揮部裡面指揮的 然後就是這個人在五十年代建立了新中國的第一個外交學園 裡面的外交學園的學園什麼樣的人不問可知 按照蘇聯的傳統 駐外機構本身就是間諜的中心 本身就是間諜小組的中心 但是也有真正的 改革開放以後也有真正的做提家出身的 一般是英语講得好的學生出來充當外交官 這些人在黨內的地位當然不如老特務中央了 他們是利用控制的對象 所以我經常把外交部叫做翻譯禮賓師或者翻譯禮賓部 因為從做提家出身的外交官 他們主要的特長就是英语好擅長當翻譯 但是他們第一對任何政策都沒有決定權 第二點更要命 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部和他們的大使館 隨時隨時在幹什麼事情 這些事情都是背著他們幹的 最後整個外交系統 無論是匪諜系還是做提家系 沒有人知道中央在幹什麼 或者中央軍委在幹什麼 所以外交部幹出的很多事情都是 但是外國人並不知道這一點 外國人按照國際慣例 以為外交部就是管事了的 所以有的時候他就找外交部 戴秉國那種李鴻章式的外交 希拉里他讓人家是清楚的 但是國務院的一般官員也未必清楚 一般在中國做生意的商人 或者對中國沒有經驗的其他國家的外國人 或者是商人之類的 跟外交部交涉起來 那一定是不得要領的 所以現在的做法看上去是一清二楚 就是外交部根本不知道軍方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只知道外國人跑來要你解釋 但是他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就閉著眼睛胡亂解釋起來了 胡亂解釋解釋的東西當然算是全是錯的 比如說我說是氣象氣球 但是如果人家抓到氣球上面的儀器怎麼辦 一看上面的儀器你就知道是不是氣象氣球 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出來嗎 但是我怎麼知道它是神氣球的 我所知道的就是報紙 電視台說了什麼事情 我的這件事情唯一的了解就是CNN說了什麼 我要根據CNN說了什麼 編出一個故事去忽悠美國人 而且更多還要忽悠習近平 忽悠習近平這件事情麻煩在於 我根本不敢打電話給習近平 比如說英國外交大庭或者布林肯要找總統 或者是首相 那是首相是老大他是老二 總統是老大他是老二 有重要事情布林肯要找拜登總統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說 外交部長更不要說是處理實際事務的司局級官員 根本就不敢找習近平 即使要找的話 這個電話也就要沒人接的 習近平根本不可能有時間 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做出解釋 而且習近平對軍事事務 就是說技術上的 技術意義上的軍事事務他也不累行 就算主持這個業務的軍方官員找習近平都不一定找得住 所以他們不可能得到任何信息 但是完全有可能 尽管你得不到任何負責任指示 你不知道領導要你怎麼說 但是你還得說 但是過了三個月領導忙完了別的事情 突然又來檢查 怎麼回事 你們三個月以前又辦了一件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符合我的意思嗎 是不是辦閘了 辦閘了是不是全是你們的錯 當然全是你們的錯 任何地方的官場 包括民主國家的官場 一個基本定理就是 上級永遠正確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反正都是上級有理 如果出了這麼漏子的話 肯定是級別最低的那個在現場負責的前線人員倒楣 於是當然前線人員對這些也是很有經驗 他就知道 第一 上級不給我任何指示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第二 這個事情我還非辦不可 第三 辦出來的結果誰知道是好是壞 如果是壞的結果肯定就是我出來背鍋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要做什麼工作呢 他們要假想一下 我說出的話 比如說在三個月以後事情辦閘 而領導出來發洩的時候 他會說 這個人還是忠於我的 結果怎麼樣 但是他的立場 事件官是個靠得住的人 結果好不好我也控制不到 根據這種精神 你就可以理解中國外交部 最近所幹出來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了 中國外交比較有條理的時候 那是楊潔篪、戴炳國在管事的時候 等於是有一個 雖然中國沒有外交部 但是他有一個非正式的李鴻章外交中心 現在連李鴻章外交中心都沒有了 領導無所不管 但是領導經常不管事 但是領導經常不管事又不是完全不管 如果完全不管 讓技術官員去管的話 那反正比較好辦 領導是像蔣介石在抗爭市場 他斷斷去去的管 需要做決策的時候他不出來決策 等到木已成舟寄生事實造成以後 他出來發脾氣 是誰幹的 我要幫你通通送你牛棚 他有事後懲罰權 誰也不知道他的事後什麼時候 會突然冒出來管下來 於是外交政策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當然 沒有任何人能夠從中國外交部得到靠譜的答覆 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他們必須按照他們以為三個月以後領導發脾氣的時候 會讓領導對我最滿意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當然這種解決方式就是對外造成什麼後果 他們是完全不管的 另一方面 中國國防部也跟蘇聯國防部一樣 蘇聯國防部是有些功能的 中國的軍事指揮權全在中央軍委 國防部是個空架子 但是國防部像外交部一樣 在正常情況下他有一個禮兵職能 外國客人包括美國軍隊客人來的時候 比如說幾年以前來的時候 國防部還會出來招待一下吧 雖然政治上的矛盾衝突是解決不了的 但是客人來了我要請他吃飯這件事情我是要做的吧 我又不確認哪個吃飯前 請他吃飯請他看跳空跳舞 為了讓上級高興還唱了一首 朋友來了有好酒敵人來了有獵槍 這首歌唱出去以後習近平聽了一定會很高興 如果習近平在五個月以後突然來關心這件事情的話 至於美國人嘛 美國人還不關心你唱什麼歌 你喜歡唱歌你愛唱不唱 因此這樣就可以很好解決問題 當然國防部並不能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 但是他能够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那是以前的事情 現在國防部連電話都不接了 按說的話他應該接一下電話 然後請你吃頓飯對不對 儘管他不會給生一個靠譜的阿富 他為什麼連電話都不能接 因為國防部的主管官員不知道領導想來幹什麼 他也是從電視新聞 除了他會看CNN以外 他還會上微博 像趙立堅一樣 國防部和外交部的主管官員 就是趙立堅那裡的私局級官員 他們是盡量上微博的 因為領導 他是沒有辦法給領導打電話的 領導才不會解他電話 但是他們可以從微博上面來猜測猜測 他們心裡的想法是什麼呢 領導現在政策是不是跟你以前不一樣了 如果我這次接了美國人電話 領導是不是說是 我對黨國不忠 立場有問題 最好我連電話都不接 我什麼也不做 媽的 國防部跟外交部不一樣 外交部你還不能說不接電話 因為你老人家存在的目的就是接電話對不對 你最起碼必須時刻在港接電話 不能說該你值班的時候 你回家睡大覺去了 電話機旁邊沒人接 國防部就不一樣了 我們是軍事機構對不對 我們不是接電話的 我們乾脆不接電話 我們只接自己內部的電話就行了 不接電話的好處很大 外交部接了電話 接電話這件事情 並不能使他們受到上帝譴責 領導知道外交部就是接電話了 我接了電話 不能證明我的黨國不忠 我接電話以後 做出了答复的內容 才有可能證明我的黨國不忠 國防部就不一樣了 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應該接這個電話了 接電話這件事情 是不是本身就證明我各種不對呢 不接電話的好處很大 消極角度來講 我什麼也沒有做 眾所周知 在全世界所有的公務員當中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麼也不做 如果一個人竟然掌握不了什麼也不做的藝術 他竟然被迫去做了什麼事情 那就答案是A 他是一個新來者 他什麼也不懂 B 他的階級地位十分低下 大家都認為可以把背鍋的火踢給他 而他竟然沒有辦法拒絕 隨便拿這種情況 你眼看就是要完 一個人有可能在官僚機構混得下去的第一個標誌就是 他能夠想不幹活就不幹活 想不上班就不上班 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的話 你家不要做官了 你另外去做生意或者幹別的事情好了 別在這裡混日子了 你今後沒有好的日子過的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麼也不幹 什麼也不幹 萬一事情搞砸了 事情也不會弄到我頭上 如果事情搞好了 我隨時可以編出一套解釋 證明我這麼做是正確的 B 就是在某些情況下 我可以向領導證明 我不接電話是深刻體會到了中央精神 什麼叫體會中央精神 你要是中國問題專家 你肯定會非常熟悉這個詞 體會中央精神 什麼叫做體會中央精神啊 難道不能切實執行中央的命令嗎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中央有多數他就只有精神 沒有命令 如果中央有命令 廣大的司局級幹部頓時會感到輕鬆很多 我做什麼呢 蔣委員長通過世從事給我打的電話 就要我這麼做 就算是打到全軍覆沒 那也是蔣委員長本人的意思 你敢拿把我怎麼樣 但是實際情況不一樣 不見得就是這樣的 你要體會蔣委員長在南京一次幹部會議上講的精神 蔣委員長在幹部會議上大發脾氣 他說 我最好的學生都死完了 你們這些人都是酒囊飯袋 你不行不行不行 你不行不行 然後他罵完了後 拍拍屁股 娘氣脾氣他走了 廣大幹部和軍官留在後面 我他媽的應該怎樣體育領袖的精神呢 我到底應該做什麼 三個月以後 领袖才会认为我是正确的体负他的精神的 这件事情需要的智慧 比攻克爱与斯坦的乡村争还要大得多 但是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你他妈的就别去做官了 所以中央精神的意思就是说 中央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你他妈的要开动你伟大的大脑 发挥听床师的天才 你要自己发现中央想要干什么 而且尤其是中央可能改变主意的 中央可能现在是这个主意 三个月以后又是另外一个主意了 但你不能说我是随时总部现在一起动摇的 你要说中央是一贯正确的 而且你要同时预见到 现在中央的意思和三个月以后中央改变主意的意思 而且你的做法是 第一不能吃点钱亏 不能让中央万一现在就关注起来了 发现你做的事情跟中央精神不符 也不能像个傻逼一样 你做的事情符合中央此时此刻的精神 但是三个月以后中央变卦了 说都是你的错 然后你去当地罪啊 你要同时符合A 你猜测出来听床听出来的中央现在的精神 以及B 你发挥半仙算命先生的特长 预计中央在五个月以后改变主意以后 他的主意会改变成什么样子 你的角色还要符合他改变主意以后的主意 你看这个任务是多么的艰难 能够做到这一点事情 这个脑袋是太聪明了 这么聪明的脑袋怎么可能呢 法定工资还不如一个快递员呢 正如赵立坚的妻子所说的那样 妈的我们做了司长 工资跟大省市的快递员还差不多 你不知道我们做的工作有多么复杂 最复杂的工作就是这一部分 你能够在这个工作做下来 你的预测能力已经是超强了 当然你必须做这些所有的预测 为了这些所有的预测 你正确的做法就是 美国人电话你也不要接 军事沟通机制那是次要的问题 真正的军事沟通 国防部能沟通什么军事 五甲大楼是能管下的 中国国防部屁也不管 他唯一能够管的事情就是 给美国人做一个礼貌周到的假象 让美国人觉得自己还有一个沟通对象 这就是米帝当中所谓的危机管控 什么叫危机管控 就是眼看事情主要闹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相互打一打电话 以免双方发生因为误会而爆发的战争 但是这个电话要打到负责人的手里面才行 我们近爱的中央军委 我们不说国防部 国防部当然永远是不能负责的 近爱的中央军委在习近平的动作 亲自指挥以后 也陷入了一个像明朝政府一样的 没有办法负责的状态 以前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 毛泽东自己有几分军阀的能力 他看中了刘少奇和苏联式老干部 在这方面的低能 低能是什么原因 就是你不可能按照苏联建军方式在中国建军的 那你军队永远搞不大 你必须按照中国军阀传统的手段 招降那盼 把国民党的各个军阀人收编过来 把地方上的炒扣流氓收编过来 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一直是最善于搞这套的 但是搞这样搞下去 谁敢说共产党不会出现新军阀呢 所以苏联系的组织系干部对这套始终是不以为然的 如果不是抗战以后 斯大林用帝国主义政策取代共产主义政策 毛泽东这样的人是肯定会被清理的 但是那样的话共产党也做不大 斯大林愿意搞帝国主义 就是说胜利者永远有利 只要毛泽东能把中国国上做大 他要方枪走板离经叛道 搞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那一套 因为苏联人是不懂得什么叫良善社会 不懂什么叫军阀政治的 他只懂得什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在他看来毛泽东这一套 跟无产阶级革命背道而驰的做法 那肯定是小资产阶级资金派的做法 或者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就叫富农 这叫富农路线 湘英和老布尔紫维克都认为毛泽东是富农路线 也就是走小资产阶级基金派的路线 但是你只要能搞赢 把事情做大 斯大林抗战以后斯大林是愿意宽容你 所以你就可以把事情做大 从毛泽东角度来讲 他知道党权主要掌握在两个系统内 A 干部党 干部是党的生命 干部就是党和国家本身 刘少奇在党权 B 特务系统 斯大林就是靠特务系统搞定老布尔紫维克 周恩来和康生在掌权 他虽然可以做一些工作 但是势力还是大不起来 但是有两个系统他可以做的 驾轻救赎 足以克制老干部的事情 至少能维持平衡 那就是中国传统的军阀皇帝的两大事业 军阀皇帝靠什么 A 军阀 我收编各地军阀自己筹想练兵 天下是什么打出来的 军阀打出来的 李世民、朱元璋哪一个不是军阀出身 B 士大和知识分子 怎样来防止军阀过于拔腹呢 建国以后被就是兵权不说 就是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 我也要朝贤那事 请黄玄林、魏征、刘伯温、李善常来给我管文官 注意不要让五官的势力过于强大 五官的势力过于强大 最强大的军阀头目会像是五代六朝那样杀掉我老人家 砍掉我的脑袋 然后自己来当皇帝的 如果我在军阀系统以外还有一个文官系统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军阀很难做掉我 建国以后 背九十兵权 诛杀工程以后 我还可以让威胁比较小的文官系统来取代军阀 毛泽东有两支力量 一是军阀 像林彪这样 去不了苏联 阶级地位低下 在老干部手下会像是苏联军官在克格勃手下 苏联军官普遍在克格勃手下觉得揣不过气的 就像现在在普京统治下 苏联军官对克格勃也是充满敌意的 觉得他们的阶级地位比起沙皇时代的贵族军官明显降低 事实也就是这样 谁能让林彪出头呢 毛泽东 毛泽东是半个共产党领袖 半个中国皇帝 半个新朝皇帝 只有毛泽东才能让林彪许是有这样的江湖出身 不能言必称希腊的武将 摆脱干部党的压制 稍稍出一出头 必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体制之下 不能像在皇帝手下那样垄断官职 官职由刘少奇的干部党主管了 但是他们可以做不了行政官管不了财政 但是他们还可以管文化 他们可以制造舆论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是人民领袖 打倒修正主义 打倒严毙清希腊 活学活用 群众路线 这些目的是什么 撇开口号看实质 就是松散的 斯大夫性质的 斯大夫有什么组织的力量 东领党有什么组织的力量 科举干部有什么组织的力量 他们跟纪律严明的内领党相比 是非常松散的 他们斗不过内领党的 但是他们制造舆论 使判子 是有的是本事 这些毛泽东搞出来的这些东西 毛泽东手下的知识分子搞出来的东西 我们要注意 毛泽东从延安时代 他在江西时代吃了很大的亏 在延安时代 他就开始培植知识分子了 跟后来有些人说法相反 其实毛泽东是共产党内 最喜欢培植知识分子的人 这是他的帝王术 当然他也整个知识分子 这就跟罗马教廷派的科学家一样 你以为罗马教廷是科学的敌人 不是 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科学家 就是罗马教廷包养的 包养的过程中是我的人 但是总有几个犯规的吧 哪一个公司没有犯规的员工 完全不开除员工是可能的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维持工作纪律 你总得开除各把人嘛 于是开除各把人 在后来启蒙斯坦家属里面 就说成是罗马天主教会 迫害知识分子了 其实知识分子能够在 罗马帝国垮了以后活得下来 就是因为教会修道院养他们的员工 养他们的过程中 当然也有一部分 离心叛道分子被干掉了 那是自然的事情 哪一个单位都需要执行纪律的 以前的共产党人和外国的共产党人 苏联朝鲜越南没有哪一个像毛泽东这样 喜欢招揽知识分子的 因为毛泽东就像叮咛到延安一样 那是抗战水 到了延安以后 毛泽东就说 你看我们像不像一个皇帝 有没有三公六院之类的话 毛泽东不想当共产党领袖 想当皇帝这件事情 是司马昭志兴路人兼职 他没有完全当成皇帝 是因为干部党的力量还相当强的 斯大林控制干部党和特务体系 而毛泽东呢 毛泽东两个都没有 他控制军阀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搞出来 从严格搞出来的口号 什么群众之前之类的口号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 干部党管一切 干部党就是一切 群众都听干部的 我们要分散干部党的实力 要干部党干不成事情 干不成事情权力不集中 我毛泽东才有深度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基本原则 所以军阀系统向来是 你们解放军 像是黄俄系组织干部和军阀系 开国工程系统两者的天下 而两者的关系是不合的 开国工程就是所谓的老帅们 多多少少有一些军阀系 而组织系的干部呢 跟苏联不一样 他们不能完全管住军阀 他们的自己也不懂军事 开始的时候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 毛泽东自己就是军阀系统的人 邓小平自己就是干部党的人 所以他们跟军队内部都是有人的 他们能够基本管住军队 虽然他们重要的派系是不一样的 然后政权转移到江泽民和胡锦涛手里面 这些人是改革开放干部 出身不正 跟老革命集团没有关系 他们既不是老黄俄的人 又不是开国军阀的人 完全没有军事经验 他们是压不住场子的 江泽民是什么人 是汉奸汪精卫系统的人 靠着是当工程师起家的 这让人在老黄俄和老军阀看起来的话 你他妈的都是根部正苗不红 所以他要极力推说 他是江上青就算革命烈士 跟新式军队老干部是有关系的 任用军方人员 特别重视新式军队的人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那么名义上 他中央军委主席 应该管一切 但他身边总是有像张又霞这样的老将 像戴炳国一样 理论上外交是由胡锦涛一个人管 但其实戴炳国能够 戴炳国说的话 胡锦涛事后是会认的 所以美国人 希拉里专长戴炳国 别人说的话 胡锦涛可不一定认 同样张又霞这样的老将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常务副主席之类的 他管日常事务 上级领导基本上是 只管派系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事情 江泽民关心就是提拔一些贪官污吏 把那些对那些老军头的事情 杯酒式兵权 连他们威胁自己的统治 以后搞得好搞得坏 他根本不管 都是具体的常务人员在管 习近平推行中央军委主席负责日 意思很清楚 傻瓜都能清楚 这是垂直管理 杯酒式兵权 以前的防上不管你们 现在的防上是要管你们的 B 推行军事监察制度 理论上是反腐 江泽民时代军队确实腐败的很厉害 但实际上是什么 分散军权 这是明朝的体制 行政权和监察权分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大臣管不了事情 因为周围有一些 对了 在西方国家由报刊媒体 所谓的第四权掌握的权利 在明朝是由朝廷命官掌握的 监察权不断地咬项权六部 于是项权和六部就没有办法膨胀了 房地在上面高高在上 让你们相互咬 照宋朝的做法 这叫做议论相搅 宋朝的规律是 管行政的宰相 管军事的苏密院 和管舆论的御史台之间 是不能由同一派系担任 这也是三权分立 但是三权分立不是对人民三权分立 这是房地三权分立 朝廷命官天然的分成三个系统 明朝呢 磕道人员的交恨是非常著名的 像张军正这样的著名的宰相 被他们咬得一塌糊涂 东陵党操纵舆论 利用舆论干涉政局的东陵党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能兴起 以前共军的系统就是军阀系统和防俄系统 现在呢 现在加了一个监察系统 监察系统的人员 跟王岐山手下的那批人 跟王小红手下的那批人 跟习近平在文官方面弄出的 纪检委和公安部一样 曹莽平民出身 他像王小红本人 像王立军本人一样 有一定才感和工作经验的 没有背景的平民官员 收收收的提拔上面 你们用的是什么 监视那些有背景有派系 有红色背景和派系的军官 他们管不了事 就是这么简单 对习近平没有危险 理论上讲习近平无所不管 但是军事系统 军事管理部门 军事情报部门 军事后勤部门 和军事监察部门 彼此分离 是他的基本原则 三大部 总参 总后 本来在习近平上台以下 三大部门 在习近平上台以后 全部被拆散 拆成一些零零星星的部门 虽然总参情报部 还是改途外面的原则 但是他的权力已经大大减少 膨胀的是哪两个部门 一是监察部门 平民出身监察官员 搞得老军头不敢做任何事情 B 后勤部门外包服务 由各国企集团和面向市场招标 这样一方面是消除了贪污的重要源泉 也使得军事后勤权跟军事指挥权分离 不掌握后权的军官 没有办法执行军阀路线 他手头的子弹都不够用一个星期的 OK 这样做对最高领导的好处是很明显的 军队再也不会失控了 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远远超过江振和胡锦涛 就是靠这一套分权技术 但是分权技术也同时造成了没有人负责的局面 我们要注意 习近平管军队是认真管 这个跟外交不一样 外交他是不认真管的 所以你经常看到外交上面突然一会儿战狼起来了 我们不要害怕跟澳大利亚绝交 一点铁都不进来 但是一会儿突然关系又好一些 我们要进口一些澳大利亚的媒体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习近平管了两分钟以后 他就突然不管了 而组织日常事务的外交官员被改革看望干部苦苦哀求 我们得不到澳大利亚媒体就要当场死窍窍 党中央的进行你们有没有体会 现在是二十大已经开完 党中央的权限权也抓经济了 你们要不要配合一下 妈的我们趁着领导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进口一点 所以这样反反复外交的事情是怎么搞成的 就是习近平断断去干涉的搞成了 但是习近平对经济对外交都是执行断断去干涉的 对军队他是真正在管的 大家不注意他 因为军队和平事实在里面不在外面 他的军队是真心管的 真心管主要的路下就是 像后来汉武帝这样的中期皇帝一样 他觉得早期的皇帝 打天下的皇帝摆脱不了军阀的制约 早期的宰相像陈平、周波、申徒家这些人 都是军阀系统出来的 有军功才当他宰相 所以皇帝不能自由 要自由就要任用没有军事背景的当宰相 这种人皇帝要杀就杀 所以习近平干涉汉武帝这种事情 他持续在干涉军队 不断干涉军队的人士、部署 各方面他都在管 管他自己非常劳累 军队和警察 由涉及武装力量方面 他管得很认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本来是空架子的国防部 肯定有向上级讨好 随时抓紧上级路线的动机 而且跟外交部不一样 国防部虽然跟外交部一样是空架子 但是国防部体费中央精神 具体就是体费习近平本人的精神 比外交部体费的准 所以国防部他妈的不接电话 跟外交部说些不靠谱的话不一样 外交部说那些乱七八糟不靠谱的话 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他得说点话 把时间占住 这些话你要解释成什么都行 目的就是要让你解释成什么都行 但是国防部的意思很清楚就是 他预测习近平的政策 改革开放干部还在想发财 至少想让国内的产业 那些产业是共产党干部在管啊 不要让那些干部 这些干部都是我们的朋友 关系网络的部分 不要让那些干部为难 让他们有钱赚 只要领导不公开出来说 这样不行 我们自己继续赚点钱 有什么不好的 如果说领导出来说不行的话 那领导明确说了不行以后 我们再停下来服从领导 领导没有明确说他不行的时候 我们偷偷摸摸半黑半白赚点钱 有什么不好 而且不赚钱的话 我们自己的部下都要离心离德了 这就是他们的做法 这是他们跟改革开放干部合盟的做法 但是国防部体会了习近平本身的精神 没有问题 放气球到美国的这件事情 就是要么他本来就有军事技术上的价值 要么呢 虽然没有军事技术价值 但习近平不知道 以为他有军事技术上的价值 要么就是习近平明知道他没有军事技术上的价值 但是他要试探美国的反应能力 所以派气球到美国这件事情是习近平本人的决策 而国防部 因为习近平管军队管得多 管政府管得少 所以国防部依靠自己的经验 我们要问 你怎么知道领导意图是什么呢 其实对大多数观点来说 我怎样知道领导意图 跟谈恋爱的男人是差不多的 我怎么知道女朋友喜欢什么不知道不喜欢什么 女人心真是难以预测呀 我本来送了一点礼物 送了一个蛋糕去以为他会很喜欢 结果他翻脸说 你简直是个傻逼 你的品位怎么这么差 天哪 他到底喜欢什么呢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我可不可以给他的女同学打个电话 再给他妈妈什么的爸爸躺下彻底下 搞笑他到底喜欢什么好不好 一般来说 政府官员对于领导干部的意思 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拆呀 那么请问谁拆得准谁拆不准的 这个也不是随机的 就是说 最后分了手的男朋友女朋友都是有他的理由的 男人为什么会拆不准女人心事 因为他们不熟 我今天打电话去 他说他在睡觉没有接 下午打电话去 他就去跟女同学出去吃饭去了 晚上打电话出去 他就去上卡拉OK去了 这样我怎么能猜中他的心思呢 如果我早上打电话 他说来吧 你到我们家来跟我一起玩猫吧 中午打电话说 他说来吧 我喜欢某某餐吧 我们一起吃饭吧 晚上打电话说 我想去什么什么地方玩 我们一起去玩吧 你经常扶起他干什么 你随时观察 你自然知道他喜欢什么 他有没有逛过服装店 你看他怎么逛服装店 你是不是多多少少还知道他会喜欢什么样的衣服 他有没有买过书 听他说话 他的谈出怎么样 他偏好喜欢谁 拥护哪个政党 或者是喜欢哪个知识分子 或者是喜欢哪些明星或者演员 你多多少少能够套出一些 对不对 因为你们本来就关系密切 所以你猜他的心思就会猜得很准 然后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靠谱 最后你们就结婚了 但是如果你三天两天打电话不接 你猜他心里也猜不准 他觉得你是个傻逼 很快你们就分手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张三打电话他老是接 理事男方他就不接呢 那显然是因为女孩子又不是白痴 它显然是因为张三本来就是他觉得比较靠谱 理事本来就是他觉得不靠谱 但是现在我还没有靠谱男朋友 先让你让人家候补一下 总比没有男朋友要好一点 哪一天有个靠谱男朋友上来 我立马第一时间就提了你 你再也别想打通谱的电话 是不是就是这样 官员能不能得宠 不取决于他理论上的行政级别高 行政级别高 而像尼克松总统的罗杰斯国务卿那样 一天到晚做冷板凳 什么事也办不了 多了次 行政级别低像基辛格那样 但是他可以背着国务院搞宫廷外交 无论在巴基坦是中国 都是红的发指的人物 这样的情况是多次了 哪一国官省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习近平经常管国防事务 所以国防部的官员 对习近平的行为模式 比外交部和经济事务 管经济事务地方官员更清楚 我如果经常跟一个女人出去吃饭买东西 我对她的性格和行为模式会摸得比较准 如果她经常买东西吃饭都不带我的话 我到处瞎摸的话 只求她不骂我就行了 连这些人都很难做到 所以国防部就是经常跟领导女朋友 一起去买东西 一起去办事的时候 她对领导心思揣得比较准的 所以她的反应比外交部的反应 更能代表习近平的真实立场 习近平的意思是什么 日常的行政工作你们照样去管 但是管出来有功能归我 如果有责任的话 你们自己去死 我要专门管几个重要的事务 对巩固政权必须的枪杆制部门的事务 我紧紧抓住抓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对大国复兴所需要办的各种事情 我亲自抓 你们别来管我 我知道出来烂滩了 你们好好插屁股一下 这是她的意思 我自己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多事情 而我信任的干部像雍正皇帝一样 雍正皇帝手下的人大部分是康熙皇帝手下的人 他并不信任 他有他的敌气部队 但是敌气部队太少 管不了那么多部门 他就这么干了 习近平做法很像雍正皇帝 我先把我自己信任的这个部门抓好 然后把自己重要的几件事情抓好 造成的事情我不信任的那些干部一路给我插屁股 插完屁股以后 我再陆陆续一把你踢出去 就这样 所以这件事情是习近平自己设计的 它代表着大国崛起的一个必要步骤 而害怕得罪美国 想要继续发些财的改革开放干部 目前还在主持很多部门的日常工作 但是他们的命运应该是不会很久了 习近平把其他重要的事物抓来以后 找个借口把他们踢掉 今天看起来很容易出去 好的 感谢阿姨这么精辟的分析 那这个真的很有趣 让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官场的这些生态 跟这个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样 那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不过我们这个希望再 请阿姨再回复一提这个文稿站会员的问题 那可以简短的回应一下 那问题是这样 绝食抗议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社会运动 会有绝食抗议 那绝食抗议这种行为 是不是只有在费拉群体中才会出现 难道不是削弱自身的战斗力来成全敌人吗 请问阿姨怎么看 绝食抗议其实是一种撒娇的行动 就是说认为你死了后对方很有伤害 让他没有面子或者受其他伤害 所以在中国肯定是不能搞任何绝食行动 你绝了死以后 伤害了你自己以后 别人还要给你加一个罪名 你绝对受不了干净那种效果 这都是你预期对方稍微有一点底线 对体面的人才能使用的手段 当然它也不是个很重要的手段 绝食主要是表演性质 表演性质的目的是激起舆论的关注 激起舆论的关注你能做什么 你可能今后筹款能力会加强 在全世界各地就变成一个知名人士 诸如此类的事情 这都是在开放社会才能搞得起来的 所以在中国显然是绝对不能搞的 在中国你需要搞的是那些江湖黑道的手段 能够让人吃哑巴亏的手段 你能够拿出让别人吃哑巴亏 在黑地里被别人打了一棍子 又说不出来谁打 然后你的江湖地位才能巩固 绝食这件事情表明了你是个傻逼 而且没有土豪性者或者知道类型人愿意庇护你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表明了你十分傻逼了 八九年那时候中国还比较装逼 以后再推行同样的政策就是自己害自己了 而且对于在国内的沦陷区的社会生态中有一定发言权的那些人来说的话 他对这种事情的想法就是你这个人是不懂门路的外行 要交权容易改权的 即使要扶持你 我都宁愿要扶持那些比较懂门路的人 好的 那感谢阿姨的回答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 那我们这次的访谈就到这边 那感谢阿姨我们下下周再会 谢谢